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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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自隔, 你想到哪裡了嗎? 不如過來海里活廣場吧 因為這裡有全台灣最好吃的滷肉飯 為什麼我敢這麼說? 因為它由台北、台南到台中都有 滷肉飯全部都是滷肉飯 這裡由台南、台中至台北都有 我不客氣了 它只要分了兩個不同派別 一些是古早派, 傳統風味 一些是新派 我忍不住試吃 我去到台灣每天都要吃一碗滷肉飯 做早餐真的很棒 肉在裡面的膠質很重 還有豬油味很香 其實我覺得豬油已經什麼都贏了 它還配上台灣腸 太好吃了 這個是新派的 你看到它上面有一枝 這個是光瑤柱和櫻花蝦 所以加入了海鮮的味道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香的魚乾味 蝦乾味 它有海鮮味的滷肉飯 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三寶滷肉飯 哪三寶有烏魚子 還有植木魚松和櫻花蝦 這些食材都很特別 平日滷肉飯只有豬肉和醬汁 這個魚松很好吃 吃下去已經很香 炒香了 而且因為它本身乾身一點 滷肉會有一點醬汁 它混在一起吃 很原味 這個都一定要試 它是台中逢甲夜市 必吃的滷肉飯 它有竹筍和豬肉 混在一起吃 應該會很爽口 讓我試一下 它的滷肉很軟 很膠質 再配上唇 很爽口 兩個加起來 去到豬肉的肥膩感 但又有很清爽的感覺 這個好吃 它給了很大碗 想知道其餘的滷肉飯 是什麼味道 還有什麼特色 不如你自己過來試一下 只要捐30元 就可以換到一碗滷肉飯 和一碗湯